佛陀在《宝积经》也讲到 沙门善学不善学 沙门是出家人 受别解脱戒的人 善学不善学 怎么说呢 释迦牟尼佛他把沙门出家的僧人 分成四种类 第一种类叫行福沙门 形状的形 服装的服 就是行貌服饰很完备 披了袈裟 剃掉头发 拿着剥 可是他却仍然在造不清净的生业 不清净的口业 还有不清净的异业 就是他生与异 仍然不断地造业 所以他没有好好地爱护自己了 他一味怎么样呢 签令 嫉妒 懈怠 破戒 造种种的恶业 这就是行福沙门 怎么签令呢 许多的我自己的见闻 还有许多的教界 大家颇为诟病 或者是有很多不管是宣教密教的人 他们呢 出家了以后 认为众生要供养他 是理所当然 我今天来为你做什么 你怎么没有供养呢 是不是 你看喇嘛也好 闲家出家众也好 这不如法的出家人 他动辄就是想到供养 今天你跟他讲 哎呀 某某地方有人往生了 这个喇嘛请你去给他修个破瓦法 好 去 我遇过修了破瓦法 我帮着王者修了破瓦法 遗鬼念诵一遍 这个商家家贫 没有钱供养 我就跟喇嘛讲 他们是很贫穷的 他们有钱 不过你别担心 我给你钱 但是我放到别地方 等一下到了哪里 我替他们供养你 我跟喇嘛这样讲 我遇过就拿 不用钱 这个不用钱没关系 不是客气的了 是真的讲 他们的态度就是真的就不用钱 就是帮助王者 不用钱 我遇过 就遇一次 我见过的喇嘛 我见过的喇嘛都不懂 就遇一次 也就是说他觉得接受大家供养是理所当然的 反而你供养的少了 红包把你打开怎么这么少啊 我真的就觉得他之所以理所当然要你的供养 就是贪欲很强 是不是 既然贪欲很强了 就他出家了 我们同学要注意 你在座很多位你都要出家的 将来 我说将来不一定是这一世 对不对 我们讲完了 你放在八四天里 未来是你有一天要出家 对不对 灵光一线 我怎么有这个概念 这出家人 他就想这家居士 你怎么不拿钱给我呢 你怎么不买车给我呢 你怎么不买房子给我住呢 所以你说我们现在要来印这个父母恩仲男报经 要送到这个台北美斯乐 要送到这个偏远学校 若是你送到监狱看守所 很多在家居士一直出钱的 很多的出家人一毛不拔 他认为我是被大家供养的 你们捐了我干嘛要捐了 他是这样的 对不对 同学我们到场的以后的出家众 你出家以后你成了这样的修行人 你小心你将来怎么还都还不起 所以 以前 这个印光大师 很多人 就是要拜他为师 他都不接受 要跟随他出家 他也不要 这个红衣大师呢 他去很仰慕他 去亲近他 结果亲近了好像一个礼拜 对红衣大师一生的修持有很大的启发 那这红衣大师也想拜他为师 那印光大师讲了 就说你在生俗二界都颇有名气 那他觉得自己啊 没有这个得恨当劳的师父 就说啊 我们同修就好了 对不对 他很谦虚的 我们同修了 那其实呢 这红衣大师是非常仰慕他 就希望当他的弟子 出家 现在的人要出家 你说问他 你为什么要出家呢 他如果说 我为了修解脱道 为了专修 为了正国 这都不一定要出家 这都不一定 你修解脱道 居士可以修解脱道 你看多少居士生 几生成就的 没了日霸争者 还有近代 很多的那个瑜伽士 他就是居士生 受瑜伽世界 几生成就的 他正国 正国不一定要出家 你看唯磨解 居士 那有很多的大善之士 所以你说 你为什么要来出家呢 我就是为了要专修啊 我就是要正国了 我就是要修解脱道 那不必啊 你好好做一个居士 为什么呢 你如果要正国 那离不开 急之进账 惨醉消夜 对不对 要修解脱道 你如果要正国位 要处理三戒六道的轮回 你从出家开始 你要受用 释放信心 对不对 这实话讲 吃百家饭 大家供养的了 你以前 自力更生的时候 当一个在家居士 来对自己 养活自己 对家庭一个月 拿多少钱回去 孝敬父母 对不对 那都是有福报的 或多或少 就是有一个 你这个叫做 孝养父母 对不对 然后你还可以 随喜乐捐 多少钱 多少钱 看到穷人 还可以布施 要做什么善事 你也发心一点 你以前在居士的时候 是这样子 可是你开始说 你现在要出家 你要修解脱道 要正国 你统统都要跟别人拿 人家都要供养你 那你这个累积福德的速度 就大幅缩减了 那你有没有跟众生结缘 当然有缘 给你一毛钱 都有一毛钱的缘 对不对 都结了缘 结了缘 你这缘 没有办法 回报 所以 这样子你来出家 你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所以 如果没有好好地思维 这一休到底的决心 你不要轻易出家 你还不起 可欠太多了 你已经有那个决心 一休到底 根本不为明文立养的 一心一意地要修行 出家正确的动机是什么 除了刚才讲的正国解脱道 这个当然都要的 在家出家都可以追求的 出家正确的动机就是要 就是要弘扬佛法 传承佛法 这个一定要有 因为你是地球上的常驻生宝 常驻生宝就是要把佛法给传承弘扬到后世 传承弘扬是怎么样 就是你得学好 你得修好 出家你如果没有弘扬佛法 你如果没有传承佛法 你就要进场了 看你怎么还众生债 对不对 如果你有弘扬佛法 传承佛法 有功德 足堪众生供养 大家供养你 都有福报 你是众生福田 为什么要选教僧人 一般就是在用钥匙 用餐的时候 他们还是会唱诵 这个寂语 标准了 用餐以前 还是要把福田衣穿起来 不管有没有人打栽 现在寺庙怎么样 不晓得 我以前学是这样 有人打栽 要为施主 回向 祝福 这是教主穿下来 所以要穿福田衣 一格一格的 没有人打栽 自己也要穿着福田衣 在那边唱诵一番 才开始用 这是很慎重 这是十方信师 我要为他祝愿回向 然后我才受用这个钥匙 要是对治这个饥饿病 所以叫钥匙 所以 就是说 如果要修这种解脱道 出家行 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我这是按照佛头在宝经经的开示 所讲的 第一个我刚才讲到 他签订 就是说他已经出家了 他就少做功德了 为什么呢 现代社会 出家众 在台湾 容易受到许多外在环境 物欲的诱惑影响 你过着自己的修行生活 眼睛看在外面的精进成长 大张媒体杂志 还有这些居士大德 口耳相传 就没有安全感 觉得说 我如果不搞一点经济 给我存点钱 哎哟 恐惧 你这样怎么办 所以 更不会布施 对不对 我跟居士不同 居士大德今天通通的布施光了 再去赚了 我要再存回 我的那一点老本 要多久啊 你如果 签订新义期 就很难行布施 布施可以积累很多的福德 你看你从此这一条修行 积累福德这条路线 就被自己断掉了 再来刚才讲到 佛陀讲的 嫉妒 就看到别人 有很好的信师供养 有很好的受用 出家的环境 如何如何 那我这个 道粮怎么这么不足啊 我怎么这么孤寒啊 我怎么这么没有法缘 像这个法师出家 这个弟子起 那个弟子在 大家处拥 供养 把他照顾得 像个活佛一样 我这怎么这么孤寒 怎么没有法缘 嫉妒了 常常上烦恼 就已经走出家解脱道 应该 就没有这些事 古代讲 我们人生讲 八苦 对不对 僧人讲七苦 为什么 生老病死 愿正慧爱别离 就这样 僧人只有七苦 为什么 五因圣 五因赤圣 为修行 我哪里有五因赤圣 我调伏我的五因 所以僧人只讲七苦 对不对 现在大部分僧人都八苦了 为什么 他五因依然赤圣 没有办法 调伏不了 那么你出家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 你如果要 嫉妒 要争取 要计较 居士方便一点 对不对 你居士生要去争取计较 你等一下在那里破腹骂街 你觉得你脾气不好 就这样而已 你说顶着光头 穿着袈裟在那里骂看看 那就不对了 所以你如果没有想通 你不要走这条路 想通再走这条路 那就是尊贵 那就是尊贵 你真的就是砍破放下 所以出家人穿了生鞋 一个洞一个洞 对不对 我以前短期出家的时候 我就问我们那个住持 我那个可爱的住持 我说师父你这鞋子这样 下雨不会水淹进来 他说这叫看破鞋 一切都看破 放下了 雨水进来也不怕 不要涂钉滚进来 涂钉滚进来就会痛了 所以就是 还有懈怠 出家了以后 那这个 他们有的就讲什么 僧人都带什么样 三分病 出家了就带着三分病 我就说就是带病修行 偿还业债 对不对 是啦 这是居室也有带几分病的 就是你生活作息 饮食 还有这个适当的运动 各方面 在家居室失调 没有人管 生活萎靡 药因多 生活繁杂 事物多 压力大 所以变成一个出家的这样的 在家的居室 就好像没有修行 你出家要做世间人的典范 大家看来 我叔父 你要修 修到红光满面 听说你一天吃两当 有时候吃一当 睡了四点钟 你是怎么过的 人才会忍赏 才会忍赔 你就这样教我 我就是怎样怎样 都不生气 不忽视 都要想吃饭就是吃饭 睡觉都是睡觉 烦恼起的时候就念佛拜佛 你就叫人家 人家就要赞叹你 好啊 你这样才是对 你这样才是人生 我在人生这么迷醉 这么颠倒 为谁辛苦 为谁忙 对不对 结果不是 你病得病得重 阿书起修行也 这就是不行 一定要加强规范自己 你看我们男众当兵的时候 多有精神啊 多有规律啊 这一退伍了以后 整个都失调了 其实人是可以训练出来 所以佛都在讲 就懈怠放逸 你这个对道业的懈怠 对弘扬佛法的懈怠 放松不是懈怠放逸 你自己要谨慎自律 自持要求自己 放松久了就变放逸 也懈怠了 道业也不行 戒律也没有 也不想弘法立生 也不去关心众生的 罪负因缘 这些都通通都忘掉 那这样就有罪过 他怎么会晚饿的 我们下个月 我来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